你看看 太激活的狀態 雷辛如16日出席代言活動 打秀美貝整個蠟翻 而華登成功製造了兇手話題 讓大家的過年都變不一樣 以前可能問什麼 什麼時候結婚啊 什麼現在沒有 現在都是 你看華登了嗎 華登的兇手是誰 在開門的第一句話 都華登的兇手是誰 兇手是誰 然後還有那種 好久不見的那種 遠房親戚 都說你不要問我兇手 我不會說的啊 然後他們還有那種 試圖想要 對我的好朋友 試圖想要灌醉我 然後看看我會不會說出什麼 我說不可能 連我老公都不知道 他沒有 他只看他自己的 我沒有給他看全部 因為戲裡面 他本來就在找兇手嘛 所以他也不需要知道兇手是誰 我沒有怎麼說服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我在籌備這部戲 從一開始然後到最後都知道 然後我只跟他說 誒 你要幫我演個角色 他說好啊 就這樣 呵呵 真的 真的沒有 沒有很難搞那樣 說到夫妻兩對戲的部分 林欣如狠狠地打了霍劍華爾光 也造成討論 而這巴掌有沒有造成夫妻失和 林欣如也給答案了 對他是決定要 已經說好要拍馬天華這個角色之後 然後才給他劇本的啊 那怎麼怎麼可以反悔呢 當然他也不會說為什麼要打 或什麼 只是我還自己跟答案說 我答案我覺得沒有必要打啊 有什麼 我找不到 Rose要打他的理由 而且你看 所以我說 年輕人不講武德 我不怕他 我不怕他拿槍殺了我嘛 我怎麼敢打他 然後後來答案說 可是我覺得是有這個必要耶 然後我就問工作人員 你們覺得要不要打 要不要打 打 就打了 一定要認真啊 他不是第一次被我打了 他那時候在清床廢的時候 就被我打了 打過了 也是打 狠狠的 打了他 三巴掌吧 然後他又白 所以打下去 這個 手 那個印子都很明顯 沒誰會試這個 太狠了吧 他有知道媽媽有打了八巴掌嗎 嗯 不知道 他就沒有在看這些啊 你是不是跟他分享 你說我跟他講說 你知道我今天打爸爸一巴掌 你就有跟他分享這個嗎 衝擊太大 對啊 而且他可能也不知道打巴掌是什麼東西吧 因為我也沒有打過他 有啊我有請他去吃飯 我每天都等他收工耶 因為他來客串 不一定每次都有我嘛 然後就我拍完了我就等他啊 然後結束之後我就有請他去吃個宵夜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至於大家也在猜 華登會不會有第四季或電影版 林欣如表示目前都在籌備中哦 什麼都有可能 要大家期待一下